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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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民进党中央党部先前召集蔡赖双方阵营代表所进行的三场协商会议结论 双方除了达成举办两场证件会之共识外 并无更多共识 例如 在民调对比对象选择上 蔡英文团队一再以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民调最高 无党籍柯文哲市长参选动作频频 且民调支持度高为由 强调将他们二人选择对手人选 采取三人对比方式 但赖清德团队一再强调的是蓝绿对比即可 而在民调方式上 蔡团队认为 应将手机民调比例定在80%或50%上 但赖清德团队则认为最多只能20% 而在民调时间上 此前5月1号定的时间是5月底 但卓榮泰今天的建议则是6月中旬 事实上 民进党初选延长赛 此前早已开打多场 民进党中常会曾在本月1号 决议授权5人协调小组持续协调至5月22号 待明代初选公告后 再进行证件会及民调 但目前来看 还是得往后再拖 另据报道 就在民进党22号的中职会前夕 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余天 一度串联全台18县市 加上民进党劳工党部 共19名党部主委联署 一起表态支持蔡英文寻求连任 解读民进党这一场一波三折的初选争斗 我们今天将在厦门连线台北和高雄两地的嘉宾 一起来做讨论 那么原本说好了 5月1号可以开跑的民进党党内初选 因为蔡英文赖清德两大团队的多次协调无果 而是一拖再拖 那么首先来连线台北线上的惠林 加上这次之前的三次协调会 包括今天召开的中职会 截至目前你认为 目前蔡赖的这种斗争的情势发展到怎样的阶段 那么蔡英文到这样一个回合 是否还依然占据着绝对优势 我认为她不只是占据绝对优势 而且这个蔡英文她目前就是完全采取一种耍赖的方式 大家要知道 不管是这个协调的五人小组也好 或者是中常会 中职会 全部都是蔡的人占据多数 那么今天于一天联合民进党19个县市来挺蔡这个动作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了 赖清德很显然已经变成了民进党里面的孤鸟 而且她是孤掌难民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蔡英文的动作非常大 今天甚至已经杀到台南去了 连这个台南赖清德的大本部都快要被蔡英文给破解了 那么所以呢 现在蔡英文采取的是一个以托待变的方法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初选的游戏规则里面 不断地跟你喊价 不断地用一些改变原有初选规则的方式 我就是不告诉你 什么时候我才愿意跟你进行初选 也就是她用这些细节技术方面 来换取无限期的这个拖延初选时间 除非你今天赖清德乖乖地束手就服 比如说这个手机民调 你要不要听我的占50% 比如说这个对比式民调 必须纳入柯文哲 这种种种种之间呢 如果她的一再喊价 除非蔡英文所有的条件 赖清德通通都接受 否则初选的其成就会继续难产下去 而继续难产下去 赖清德也就会陷入更孤立无援的一个状况 换句话说 今天赖清德因为这样子的拖延的情势呢 你可以看到她讲话已经越来越激烈了 因为她知道时间绝对不站在她这一边 她越坚持下去 党内同志对她不是基于一个这个孤鸟的欣赏 而是觉得现在这个赖清德是民进党面 是一个多余的 是一个找麻烦的人 甚至呢有人用这个恐怖分子来形容赖清德 所以我想蔡英文的绝对优势呢 已经是无庸置疑的 的确就像刚才惠玲所说的 蔡英文一再地在这个事情上面采取拖字决 那么终于拖到她想要的初选游戏规则的改变 关于进行党内初选民调的时间 赖清德团队呢 一再要求按照5月1号的决议 也就是在5月底来进行 可是呢蔡英文团队却执意不肯 并且现在把这个七成是直接定到了6月 那我们来连线高雄线上的张教授 蔡英文为什么不肯在5月底来完成这样一个民调 而定在6月为什么会被视为是对蔡英文有利的一个最后的决定 应该是这样讲 其实从一开始 就是蔡英文这边就是一直是以所谓这个拖字决 也就是用时间来换取空间 而且现在来看这个效果 其实确实就是现它事实上是有展现的 因为其实在这个阶段里面 就是不断的这个拖延的这个结果 其实确实是已经虚耗掉了这个赖清德的一些战力 而且其实在这些技术上 其实也确实慢慢的都达成了 比较更有利于这个蔡的这个部分 因为事实上是这样子 就是说对于蔡而言 其实今天它这边是有行政资源 也有挡这个机器 所以其实只要用拖的方式 其实都是对这个赖是非常非常的不利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时间拖越久 其实大概这个赖它大概的战力 还有它这些支持者 其实也会慢慢去消耗掉 那其实在往更后面的拖呢 其实也的目标 其实也是在看等于是说 当然有个很好的说法 就是看国民党这一边 那而且现在呢 因为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这个潜在的这个竞争者 就是包括了国民党的这个 像是这个国台民跟这个韩国瑜 那也有这个科批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这些呢 也都等于说提供了这个蔡很好的理由 就是说也要等这些人比较确认之后呢 那一起互相来对比 其实这些做法上呢 其实当然了 其实还是回到 就是还是托自觉 然后把这个赖清德 所有的这个战力把它拖垮 然后用时间来换取这个对赖 比较有利的空间 好 谢谢您张教授 除了民调的时间之外呢 其实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 就是民调的方式 在这一点上呢 也是蔡赖争议的一个焦点 那么手机民调第一次纳入到 民进党的初选程序 而蔡英文团队呢 原本要求是要百分之百 后来呢是主张百分之八十 或者百分之五十 而赖团队此前是一再坚持 认为百分之二十就好 台北线上的惠林 从蔡英文一开始要求的百分之百 到现在的百分之五十 这样的一个折中 你认为对赖清德有意义吗 那么为什么双方会一直周旋在 手机要不要纳入的这样一个点上 其实呢之所以坚持手机民调 这是等于是开了民进党 这个选举的这个民调的一个先例 以前从来没有说要纳入手机民调 那么蔡英文就一直说呢 这是希望纳入年轻族群 这是一种进步的象征 主要是因为蔡英文她觉得 她在年轻族群这一块呢 是占了相当大的便宜 那么赖清德不愿意呢 当然有她理由嘛 因为这个支持赖清德的这个 选民的部分 她的年纪的确是比较偏向 这个年龄层比较高的选民 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 赖清德认为手机民调 是比较容易造假的 而且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 那么根据呢这个 没有这个未经证实传闻指出呢 蔡英文呢已经派驻五这个五人小组 进驻了中华电信 那么在手机民调这个部分呢 我认为蔡英文现在已经认为 只要手机民调能纳入五成 那么蔡英文可能就有把握 可以从这个初选的民调里面 胜出啊 那我们大家也知道 这个民调呢绝对不是不能操纵的 所以呢赖清德当然会对这个事情 进行抗议 很简单的一件事 我觉得赖清德讲的非常有道理 他说呢基于信赖保护原则 所有针对这个初选民调的这个方式啊 都不应该适用于这一次的这个领导人 民进党内这个参与台湾领导人 初选的这个程序里面 因为你改你改变规则应该从下一次的 这个选举啊来试用起 这个是正确的 而且呢蔡英文方面呢 不断的从100降到80降到50 这个赖清德也觉得呢 你这样是完全降低了民进党 民进党的一个初选的格调啊 这个又不是菜市场在喊价 但是我认为呢 这个蔡英文他现在因为面子拉不下来 所以他现在要确认呢就是 不管用任何方式讨价还价 第一个我要用程序来拖延时辰 拖到我的民调 几几乎乎完全可以赢过你赖清德为止 那么至于能够纳入50的手机民调 对于蔡英文来讲更是如虎添翼 那么至于要不要纳进柯文哲这个部分呢 当然纳进了柯文哲来看 也是对蔡英文绝对有利的一个 互比式民调 如果对比式民调呢 那么对蔡英文就相对不利 所以呢这个蔡英文反正以拖待变嘛 只要你赖清德在这些细微的程序上 再来越小吗 上次休息马上回来 恰时间 恰内容 恰对象 民进党初选民调恰恰 内斗难评 会否催发党内分裂 蔡赖局语不断加码 绿营的2020名面是否还在层层线缩 两岸之行正在关注 欢迎回来 两岸之行继续带您来关注2020民进党党内初选 初选民调呢 有时候会因为对象而发生质的改变 也正因为如此 蔡英文团队在民进党党内初选的机制当中 就提出了蓝绿白三方共同推进民调 也就是说呢 会把柯文哲纳入 但是赖清德团队则坚持没有必要 只对比蓝绿即可 继续来连线高雄线上的张其露教授 纳入柯文哲这样一个选项 赖清德的书面是会更大还是说更小 有没有其他的考量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这个我们要看 就是说到底这些潜在候选 他们的这个支持者是哪些人 应该是这样讲 其实在赖 他是本来他就是比较能够 这个得到比较深绿这一块的这个青赖 那另外呢 其实柯文哲 他其实在深绿那一边 其实并不能说是差 其实他也得到不少深绿那边的支持 所以事实上可以这样讲 其实如果是在这个对比的这个民调里面 这个如果同时出现了这个柯文哲跟赖清德 他们反而是变成是有点在分裂 这个深绿的这边的选票 就是这个深绿的这一方呢 他可能对于这个赖清德跟柯文哲 其实这个偏好都差不多 当然可能更偏好赖清德一点点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这深绿的现在目前的这一方 其实他们比反而是比较反对的是蔡英文的 他们是不太希望说蔡英文继续这个去竞选连任的 所以今天呢 如果说把这个柯文哲也纳入 其实这个深绿的这边的这个票反而是分裂了 其实在这样子的这个对比中 其实反而更有利的反而是蔡英文自己 就是等于说蔡英文他是面对了一个 本来就不太支持他的这个深绿 那这个深绿的这边呢 在这个柯文哲跟赖清德这边做了一个分裂 那这样子在三个在三个三方来竞选的时候 反而呢就是凸显了这个就是蔡英文可能更得力 那另外一个方向呢 其实这个柯文哲是一旦纳入 其实老实说柯文哲跟蔡英文在吸引比较台湾 比较更年轻的选民方面 其实他们有同质性 就是说他们都比较容易吸纳到这个年轻选民的青睐 就等于说也能勾起更多年轻选民呢 去加入这个去支持 那反而这个地方又是那个赖清德的这个弱势 所以其实等于这个把柯纳入之后呢 反而这个整体局势呢 其实是对蔡英文比较有利 那其实呢也相对呢 使得这个赖清德这个书面反而比较大 谢谢张教授在高雄的观察 那么蔡赖争斗这场大戏举语不断呢 那么现在岛内的部分绿营支持者呢 也发出了一种疑虑的声音 认为说怕内斗难平 他们认为以前民进党内呢 即便是有内斗也不会如此的台面化和清晰化 那么台北先生的惠林 根据您对民进党的观察 这一次蔡英文和赖清德的这一场内斗大戏的这种激烈程度 你会如何去评估 那么如果这种蔡赖的争端继续这样持续下去的话 对于民进党2020的这个选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啊 这个蔡赖之争呢 现在这个越来越白热化 那么当然小的伤害是在所难免 难免就是有一些人 尤其是支持赖清德的人 他看到现在这个蔡赖商争如此之激烈 而且蔡是几乎是用不择手段的方式 要逼退这个赖清德 那么心里不高兴 可能未来如果赖清德不能出现的话 那么会有少部分的选票转到柯文哲的身上去 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但是我们大家也要知道 民进党现在的状况呢 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所以呢 另外一方面 他更像是一个怪物一样 他有的非常强的愈合能力 那么韩国瑜曾经形容这个民进党 是你砍掉他一个 像这个八爪章鱼 你砍掉他一只脚 他马上随时就长出来 换句话说 民进党虽然经历了 这样子一个刀刀剑骨的初选 但是他的愈合力是很强的 更不要忘记了 民进党其实他现在是 对不起 他现在是整个台湾的资源 是一把抓的情况之下 那么他可以用整个台湾的资源 来这个机器 跟这个机器 这台湾的机器 就是说为这个服务的这些机器 你可以看中选会 所有你点得出来的这些机构 全部都已经在为民进党的选举服务 也就是说虽然赖清德跟蔡英文 在党内护争 但是其他该斗争国民党的部分 他一点点都没有稍微迟缓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记者去访问蔡英文的时候 他既然还可以笑得出来 笑出来的原因就是 初选他已经慢慢在布置成功了 诚如我刚才讲的 如果赖清德一旦答应 手机民调的时候 我认为蔡英文不会做他 没有把握的事 只要初选习程定得下来 那一刻就代表蔡英文 已经可以稳定胜出的时刻 他才会去进行这个民调 那么现在对付赖清德的方式 未来用在国民党身上 或者是柯文哲身上 那只有更狠更惨烈 而且这现在还只有用 大概不到一半的力气 来对付在野的国民党 未来如果初选结束 他会用什么样子 一个极端的手段呢 我们觉得其实国民党 真的没有乐观的本钱 蔡英文的那一抹微笑 真的是令人心里发毛 就像刚才惠林所问到的 为什么蔡英文现在还能够笑得出来 这可能恰恰说明了 他虽然执政不利 但是在搞权斗方面 确实是一把好手 面对蔡英文党政资源 一把抓的情况 赖清德或许显得较为弱势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弱势 让赖清德最近不得不是 岛内岛外的跑赞助 赖清德赖以自救的方法 试图要引外援来救内火的方式 到底是不是能够奏效 稍时休息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 寻求突破初选大关 赖清德岛内岛外跑赞助 访日期间大谈所谓的台日亲善 要以台湾之力换个人之力吗 遭蔡英文台南形成的一举拔装 赖清德的危机越来越重了吗 两岸之行正在关注 欢迎继续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 两岸直航 或许从登记参选的那一刻起 赖清德就算到了会在初选这一关 就被蔡英文卡关 只不过他可能没算到会如此的艰难 而岛内岛外跑形成的赖清德 能否找到翻盘的机会 一起来看一段片 民进党初选陷入僵局 英德大战愈演愈烈 近日赖清德对蔡英文公开喊话 称一个人要赢 一定要干净赢 如果没有办法达成这个目标 就没有办法团结党内 无法凝聚社会 最后出现的人 无法堵社会悠悠之口 分析认为赖清德之所以公开喊话 因为他现在正处于不利环境中 一方面 蔡英文手握行政资源和党内资源 不断操弄初选游戏规则 另一方面 蔡英文采用以拖待变的策略 企图拖垮赖清德 目前蔡英文的策略成效显现 赖清德不仅民调下降 就连台南大本营也是危机四伏 据台湾媒体报道 蔡英文近日前往赖清德大本营 台南市开始一连串的造势行程 其中有三个是公开行程 但民进党台南市党部 全程蒙在鼓里 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黄仙柱还认为 蔡英文未批民进党初选 漠视党纪 还与所谓的叛党之人 台南市议长郭信良进行互动 这是为了个人毁灭全党 分析指出 蔡赖此次的针锋相对程度 呛辣批菜用词之重 是前所未有的 也反映出挺赖阵营强烈的危机感 面对蔡英文的围剿 赖清德只能是积极寻求外援 5月初 赖清德率谈参访日本 除见到了三位卸任的前首相外 还与一干日本国会议员举行座谈 临回台湾之前 赖清德还迫不及待地开直播 大谈所谓的台日亲善 并承诺若当选 将推动台湾进口日本核灾食品 一副十足的媚日嘴脸 对于赖清德的言论 不少台湾网友也怒骂 这是汉奸行径 还有网友批评称 这不是卖台 什么才是卖台 为了寻求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赖清德本月还特意跑了一趟日本 但是回来以后却发现 被诟病产媚的评论 反而占据了多数 那么连线高雄线上的张其露教授 跑去日本产媚的赖清德 回来之后 他失去的 会不会反而比他获得的还要多 应该是这样讲 其实日本 其实他不管是朝野 他其实是长期比较支持的是独派 那也可以这样讲 就是在日本 他本来就算是一个 是一个比较以声率 算是一个大本营 那这一次的赖清德 他到了这个日本 其实获得 其实比较 算是有点更出乎意料之外的 这个欢迎 或者是更高规格的这个接待 其实这个大概也可以反映出 就是声率的这些基本盘 还是慢希望 就是是赖清德的 因为赖清德在这个意识形态上 他也是比较更倾向独的 那所以其实是属于符合 这个声率的这个期待 不过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就是说 这个赖清德巩固的 可以说还是就是 本来就是会支持 他的这个声率基本盘 那当然日本这一个方面 他也是希望 反正不管你台湾的 这个候选人是谁 只要谁是更能够 比较支持独的 我相信他们都是比较 去更认同 而且比较支持的 所以其实这个 他到了这个日本 得到比较高规格的这个接待 也并不是太意外了 不过只是说 到底这样子的东西 是不是有效 是不是能够更再拓展 所谓这个票源 其实在这个方面 比较是没有那么容易 看得出来 因为只能说就是赖清德 还是把他这个基本盘 先巩固住 那当然日方也借着这样子 反正只要是你 只要支持独的 他都会很欢迎 当然就是一个相互的 也算是一个取得暖 也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 所以在真正的效应上 可能还是 只能说是一个持平 没有真正发挥 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好 谢谢张教授 赖清德前脚跑去日本 拉站中 结果没想到后院起火 台南的政治老曹 被蔡英文做了动作 那么连线台北线上惠林 你认为蔡英文 指导台南这样一个动作 对于赖清德来说 到底有多伤 因为这个台南毕竟是 赖清德的大本营 现在蔡英文指导黄龙 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 过去台南可以说是 一面倒的 都是支持赖清德的 把他封作为所谓的赖神 可是现在支持赖清德 只剩下台南民进党党部 还有寥寥可数的明代 包括这个过去的老明代 林卓水 当然他也是新潮流的药角 以及现在代表赖清德 出席中职会的林郡县 就只剩这么几个人了 那么叶宜金能不能纳入 还是令人质疑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当初在 明天岛初选里面 他是台南 要争取台南的民意的支持 所以那个时候 他选择导向了赖清德 那么现在是不是还支持赖清德 这一点是让我们存疑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赖清德 他自己本身也要为他 一些不聪明的政治选择 或者是说太过天真的政治选择了 来付出相应的代价 比如说他当时答应了蔡英文 去接行政部门的首长 那个时候好像是已经向 蔡英文表态效忠了 那蔡英文也在估算 我在估算蔡英文 那个时候就已经打算 跟赖清德形成一个 政府候选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可是没有想到 在去年的九合一大选以后 赖清德就说他要辞掉 这个行政部门的首长 这时候我相信 蔡英文已经就开始在防范赖清德 他指赖清德可能千算万算 没有估计到党内的同志 是如此的现实 回过头来 为什么蔡英文在这一次的初选民调 坚持要纳入科文哲呢 很简单 大家要了解到 在台湾的民意 讨厌赖清德的人 少于讨厌蔡英文的人 而讨厌科文哲的呢 又远远少于讨厌蔡英文 或者是赖清德的人 也就是说 今天当把科文哲纳进来的时候呢 那么因为这个赖清德 他到日本里面 到日本去访问的时候呢 主张要这个输入日本的核实 这一点就让他在台湾的支持群众呢 变成已经是 如果纳入科文哲的时候 只跟蔡英文的基本盘的 这个盘式差不多了 那么换句话说 讨厌所有民进党的人呢 在初选 然后又不喜欢国民党的人 这个部分的选票 全部会集中在科文哲身上 那么他跟这个蔡英文的民调呢 就会拉近了 再加上蔡英文很厉害的一点 这一次呢 他在中常会选择开放直播 也就是让大家来评评理 到底是纳入科文哲合理呢 还是不要纳入科文哲合理 我认为赖清德在这一点上 很难站得住脚 再加上蔡英文的代表 又讲了 我们是以未来2020的胜选为大目标 所以呢 这个程序正义根本就不重要 我认为这一点也相当程度 可以打动民进党的选民 所以我估计这一盘呢 赖清德应该是已经玩完了 赖清德这两天啊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说过一句颇为值得玩味的话 他说任何一个人一定要赢 一定要干净的赢 如果没有办法达成这个目标 就没有办法来团结党内 无法凝聚社会 最后出现的人呢 也无法堵社会的悠悠之口 请教高雄线上的张教授 此话一出 您认为其中的威胁的意味 是不是还比较清晰 那么赖清德万一初选落败的话 会不会做出脱党参选的决定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威胁 那但是也可以说 这是赖清德的一个非常振兴的话 那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时势比人强 其实我们这一集节目里面 整个谈呢 大家也可以清楚 其实因为这个蔡英文 掌握了这个行政的资源 掌握了这个党的机器 那其实在民进党 整个大的内部来讲的话 也都是等于说 有点西瓜靠大边 其实这个 而且现在目前 就是蔡英文 这个以托待变的 这个策略呢 也其实奏效 就是赖清德 现在整个在 不管他的资源上 或者说他所处的 这个局势上 都是越来越对他不利 其实眼看 其实大概赖清德 也真的是可能会玩不下去 所以等于说他要说出 这种比较重的话 也是他的必须 其实等于说 也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话呢 来做一个最后的一搏 来试一试 一来的话 当然也是 这个以一种校正 让这个蔡正英知道 另外的话 也是把这样的事情呢 说给这个诉诸民众 那希望呢 看看能不能 借着这个让民众呢 有所这个 这个一个 这个发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势呢 那有所反转 所以这些都算是可以看得出 就是这个赖的 这个最后一搏了 好 谢谢您 从这起热闹的民进党内初选斗争来看 蔡赖两大团队 真可谓是招数不断 原本民调低迷的民进党当局 还指望从内斗的国民党处 抓取一些机会来保住执政 现在看来 好像也只能是五十步效百步了 当然无论如何争斗 这都应该只是政治人物自己的事 可千万不要拿民众百姓的利益来做牺牲 不可空话大饼 更不可跑去日本去承诺什么放弃鱼权 承诺吃核灾食品等等 这一点底线 政治人物请守住 而台湾民众也请睁大双眼了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